爱灸呢 它是用爱叶做成的灸物 对于爱叶来说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热 那么因为有热 所以它呢 通过温热的刺激 可以达到我们一个 温精 散寒 行气 止痛 那对于我们肚脐来说 这是我们的神雀血 那么它爱揪以后 我们还可以起到回洋 救腻 治疗一些洋气爆脱的症状 对于爱揪来说 一般我们老百姓能买到的 就是外面的爱揪条 爱揪条呢 在揪的时候呢 就是离我们的皮肤 要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同时呢 又要让皮肤感觉到 有温热的刺激 那么如果说揪得不慎的时候呢 特别是病人 可能本身对温度 就比较迟缓 比如说是一个脑血管病变 脑梗的 或者他这一侧的肌肤 这个温度觉就比较的迟缓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他没有感觉到热的时候 但是这个皮温已经很高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能会出现 我们的皮肤的灼伤 甚至可能会出现 我们皮肤的化膿 那么这个时候 就要进行一个 外科的清疮的一个处理 一般来说 如果这个泡泡不破 我们一般来说 就不管它 让它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它可能自己就吸收了 那如果破了话 我们就要进行局部的一些消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